如果哆啦A梦把一年后的试作和金友作带回到现在 会对当下的你们说些什么呢 有什么事情是你当下应该关注的呢 试作抓紧时间 不要为情烦恼 为任何的人际关系烦恼 这都不重要 一年后的自己想要告诉你们 现在就是给你们自己拼命的添增你的名号 或者换一个title的时候 你要加速个人成长哦 这个时候能考证就考证 能读个短期进修就读个短期进修 能再换个文凭就换个文凭 能够有什么机会让你去 你就去 如果你想要变动 跨专业 跨领域 换个地方生活 那就赶紧趁这一年 等到我那个时候 就是等到一年之后那个时间就有点晚了 那个时候是需要定下来 基本上你如果要变动的话会比较费劲 你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基石的基础上 你才能够去变 所以他跟你讲 我一年之后能够有什么样的地位就靠你了 你现在有什么计划 一定要一鼓作气的完成 不能够中断 也别抱着说这次不行 我再下一次的想法 他告诉诗子座 这就是你最好的时机 没有下一次了 你要是等到一年之后会更难 你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经历更大的一个代价 所以如果你现在距离你的目标 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努力的话 那就抱着感恩和珍惜的心情 去珍惜这次机会 而且要不成功变成人的这样的一个拼尽 去努力 一年后的自己也告诉诗子座 感情上面呢要多去接触 多去了解 要降低你的主观判断 如果你很喜欢一个人 那你一定要站在他能看见你的地方 不要躲起来 还有就是你现在身边的人 有点鱼龙混杂哦 不是说全都是不好的 但是你要学会分辨 看看他有什么可以给到你 这不是指的条件哦 而是要看他的三观 他的人品和他的学识 可能现在你身边有一些人 他是一个金子 但是你有可能会让那个金子溜走 最后他有一个很严肃的传讯 他告诉你 一年之后的我会因为你现在 和接下来所做的事情而受到评定 所以不要牵手人际情感的麻烦 尤其是在金钱网来上 那今天的传讯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当下的视作有启发 我是你们的星座生活植物博主 Edda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来金牛座 人在做天在看 然后一年之后的你们打过来的前一句话 就想跟你说这个有点玄学啊 而且他说要让你吃苦 他说你现在苦我就甜了 我就自由了 我终于能够松一口气了 所以他想告诉你们要撑住 继续去努力 不要有怨言的去付出 你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他说起来干活 他说我要休息 但是他不让你休息 他告诉你 你现在如果歇着的话 一年之后你会后悔的 一年之后我就没法休息了 他说这个你就要认命 就你不要想那么多 要无念无想 再熬个七八个月 就是持续的努力 那个时候再给自己放假 你现在没有放假的资格 那他还想跟现在金牛座说什么呢 他告诉你 要少折腾 少变动 这不是一个适合有心计划的时间 你就把你过去做的事情 再想办法做得更好 或者呢 把过去没做好的事情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承担 然后呢 去补救去改进 就会非常棒了 现在做的事情 只要能够活下来 就值得女婿坚持 不要轻举妄动 那他也告诉金牛座 要多许愿 你们现在的显化能力很强 动的善念 做的善事 都很容易在现实中 得到好的回报 所以他让你要善待身边的 每一个人 包括你自己 这就是一年后的 金牛座带来的传讯了 希望对当下的金牛座 有所启发哦 我是你们的星座 生活直路博主艾大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